文化部日前公布了金鼎奖得奖的名单 儿童文学作家信家慧拿下特别贡献奖 由于信家慧去年检查发现离癌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特别邀请他到行政院 颁发奖座给信家慧 感谢及肯定他的贡献 姓女士获得第四三届金鼎奖特别贡献奖 从行政院长苏贞昌手中拿下金鼎奖的特别贡献奖 儿童文学作家信家慧十分喜悦 但去年被检查出癌症 苏贞昌特别安排见面会亲此颁奖 我想这是我这辈子得到最高 也是最荣耀的一个场合 最高的奖项最荣耀的场合 今天能够在这里真的很高兴 这个奖真的是属于大家的 没有台湾这个社会 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 也不会有我这个奖 尽管撑着虚弱的身体 新家慧脸上仍旧挂着笑容 长期以行动论述关注台湾 作品广泛多元 从转型正义到儿童权益 笔触细腻最后获得肯定 新家慧女士真的是 非常的 杰出才华 同时关怀儿童并且用各种议题 深入检出的方式给孩子们了解 并看到希望有勇气 所以国家级的金鼎奖 办给他终身成就的特别奖 所以特别今天在行政院 请他先生和医夫人员 陪着他一起到现场 我们颁一个特别颁奖给他 对他致敬 也给他感谢 并加以鼓励 作品感挑战跟碰触台湾社会 走向公平正义过程中的各种议题 被形容是在进行一场 发生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的 阅读社会运动 新家慧得奖 实至名归 记得有肖炳 全日长台北报道